早安 台湾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荡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现场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和收看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7点06分09秒 来我们今天开放脸书现场直播 因为每逢礼拜三 志平都希望能够跟听众朋友 在礼拜三早上用现场直播的方式来见面 在现场我们已经邀请到这位贵宾 每次每个月都会利用这个时间 来跟大家一块聊天 聊日本的现况 资深的媒体人同时 也是专栏作家福泽乔 乔哥你早 各位听众还有志平大家早 乔哥今天跟我们嘴巴上面摔的口罩都一样 忽然间变得非常帅气 这是情人口罩吗 一定要的 一定要一对才行 你都不会害臊 为什么要害臊 这当场表白 这是时候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 来 这个你放心 所有今天在早安台湾收看直播的时候 你只要在我们直播的页面下留言 早安台湾四个字 放心 你早安就可以了 我们就送你这个口罩 就有情人口罩 但是我总共只有五份 乔哥先借你看一份 借你看不是给你 来 今天因为镜头有点远 但是我们还是告诉大家 各位 这个是央广特制的口罩 我们上面有央广的意象 很多的抹股 还有台湾黑熊 地质 还有樱花 郭文贵 是 还有凤蝶 哇 哇 这个口罩真的很特别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页面上留言的 其实我们希望 总共只有 虽然只有五份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尽量送给大家 目前 目前来自日本的Sea已经留言了 谢谢你的每次都准时的参与 另外就是马来西亚的全华 谢谢你说这个预祝 你说专栏作家福德乔先生 两位早上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早安 人家来自马来西亚 非常棒 对 另外这位是中国大陆的听友董文俊 文俊 好 另外一位 邵谷 邵谷这个 你刚刚有留言了 那这个没关系 现在赶快再上来留个言 好吗 来我们回到节目的正题 哎 乔哥 正题是要说 那个上一次 那个听众留言说 你每次跟我讲话 就好像都看到了烧鸡一样 对 我先澄清一下这一点 在乔哥的那个页面上面 专栏上面 这个有听众留言 他说夏志平啊 哇 我就觉得呀 他的这个笑声啊 就好像是那个 刚出炉的烧鸡的笑声啊 天啊 刚出炉的烧鸡的笑声 哎 我好喜欢这个称赞哦 真的 真的哦 对啊 因为就是一个烧鸡的感觉嘛 羞啊 我等一下会笑这个笑声给你 哈哈哈哈 有没有很像 有像 我又没有说像什么 哈哈哈哈 好 这个谢谢 哎 邵谷 邵谷 谢谢你 谢谢你 你已经上来了 他说你说台湾口罩很漂亮啊 真想得到 没问题 到目前为止 全华 文俊 少谷 我一定都送你们 好不好 OK 谢谢你们 来来我们回到节目中 你现在哈拉三分钟 哈哈哈哈 这个乔哥 是 从我们上一次前几次来聊 当然都是日本的东京奥运了 对 东京奥运之后 其实我看到日本的这个 疫情并没有特 并没有让人家觉得好像停歇下来 还是每天都很严峻 其实呢 在最近这一两个星期 开始有趋缓 那是很妙的一点 就是说包括日本的那个整个一个算是一届 还有日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人士 他们都在讨论一件事情 奇怪这个第五波 那个我们政府做的事情跟第三第四波好像也差不了多少 对不对 就紧急事态宣言 该喊的还是喊 怎么这次就 好像也没做什么事情 然后疫情就往下掉了 这样子 对那在每日新闻里面 他们就来提到有一件状况 就是说很可能呢 第一个就是因为当然打了疫苗这非常重要嘛 那第二个重点应该就是 就是说现在天气比较稍微有点 开始如果在东京 刚刚有东京的朋友大家知道 天气比较凉了 所以大家比较愿意开窗户 那开窗户的话 那个通风的状况就会比较好 对那所以呢 大概有这几个原因 所以在这整个状况里面 他开始趋缓 但是呢必须说 就是真正的原因到现在还不晓得为什么 对 OK好 但是我们今天锁定的是日本女性 其实我看到你这几篇这个专文 其实我还蛮有兴趣的 我觉得日本的社会的现况 你是说对女性还是 是啊 是啊 请教一下 请教一下 这个日本女性 其实我知道在台湾也有游民 homeless也有游民 那日本的女性的游民 有什么样的一个新闻和告诉我们 日本女性 就是说因为大家应该如果 有去过日本旅游的话 大家会知道 不管在东京也好 在大阪也好 那在那个公园旁边 大家如果有经过晚上的时候 会看到有一些蓝色的一个 算是帆布搭起来的一个小的便利的一个便利屋 那我想为什么叫便利屋呢 它其实上面的那个蓝色的那个算帆布啊 它只是为了遮风避雨 底下的话是纸箱 那大家就应该知道 就是说像这样的地方 它安全性肯定是非常不好的 那所以呢 日本的游民过去 大部分其实都是男性居多 对因为毕竟呢 如果是女性游民的话 不管你今天年纪是多大的年纪 总是还有一些所谓的人身安全会在上头 对吧 那但是呢 最近在从那个COVID开始 就是蔓延开始啊 女性的这个游民的数量啊 开始有增加的趋势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因为呢 就是过去啊 这些算是这些女性啊 她们本身 她们可能有在家里面遇到家暴 那可能就是 有可能就是因为 她本身可能就是比较贫困 那因为这几个状况里头 她们在过去可以做的事情 比方说 可以去便利商店打工啊 或者就是说 如果年纪轻的话 可以去包括一些算是酒吧啦 所以等于说算是 等于说陪酒啊 这些事情 她们可以去做这些事的 但是呢 因为整个一个 因为是紧急事态宣言 宣布的关系啊 这些相关的 不管说 我们在讲说 夜间行业 那全部就全部都 几乎被停业了 那被停业 当然想 当然而这一群女性 她本身就没有工作了 那没有工作的情况之下呢 当然 她最后的话 就只好就是到了街头去 那到了街头去 那最近有 应该是说在上 去年的时候 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一个60多岁的一个妇女 就算是游民啊 然后呢 她在就是公车站牌睡觉 结果呢 就被一个路过的一个男性 在那个包包里头 装了石头跟那个宝特瓶的水 活活把她打死 对 活活把人家打死 对 那这个当中 这引起相当大的一个 被等于说讨论的 最主要原因啊 因为是这个女性 她本身 她其实她是一个 很好强的一个女性 那她平常呢 她都在超市打工 那当然就是跟我刚才 所提到的一样 就是因为COVID的关系啊 超市把这一些算是 我们在讲的 part time的这些 这些算是员工啊 全部都解雇了 那解雇之后 她当然就没有工作做啊 那没有工作做 她也没地方住 因为她过去住哪里 她过去住的是住网咖 她在网咖住了四年多 对那因为后来呢 因为在东京宣布了 所谓的紧急事态宣言之后 网咖也不能住了 网咖不能住 她没地方住 那她只好到晚上 公车在停 等于说停班之后啊 她就带公车站牌来 就躲在那边遮风避雨一下 对 那也她也就是 包括旁边的这些住户啊 他们也在讲说 这女性其实对这个路人啊 对住户也没有这些吵闹啊 那本身也是干干净净的 对 但是呢 就是因为有这些人 就看到了这 就是你一个一个 就是算是年迈的一个女人啊 你在那边 她就想到 就是就拿了石头就打人家了 对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你刚刚提到这样子 所以 因为女性游民遭受到攻击 那 我其实也蛮想帮大家来问问看 所以 我们印象里面是说 日本的女性 她的社会地位 普遍来说应该就是比较低的 就是低于男性 相对来讲 是低于男性 那所以呢 平常也许有很多不合理的对待 像家暴 OK 像有一些 我们讲也许是歧视了 其实就是 他们都选择隐忍吗 还是说 我们有一些女性自觉 在台湾 这个本来就是很棒的一个议题 就是很多女性已经是自觉 就是知道要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 可是在日本呢 在日本 这女性自觉的问题经常被提出来 但是呢 真正就是能够被实践的其实不多 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我想说大概应该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 有一个日本的法律里面 他们在讲说 最近一直在讨论 可是一直没办法通过的 也就是夫妻别姓 夫妻别姓就是 夫妻呢 因为我想说 我们在华人地区的话 你虽然说有人会在 比方结婚之后啊 像夏志平如果嫁给我的话 叫做福泽夏志平 对 那就是把那个老公的名字 再灌在上头去 但是呢 夏志平的这个夏字啊 他还是会存在的 但是如果说夏志平 他是个日本女生的话 他如果嫁给我的话 他叫做福泽志平 他的夏整个都不见了 对 那这当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这是从明治年间开始的一个法律啊 但是这最大的问题出在 就是说过去啊 在日本的法律里面 其实是不太容许 女人是随便离婚的 那不离婚的话 当然你改了这个姓 这个等于说关系也不大 但是呢 问题在于就是说 现在呢 其实离婚是越来越自由的 那这个当中对女性来说 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歧视 为什么是相当大的一个歧视呢 我举个例子来讲 今天如果志平今天嫁给我之后 他叫福泽志平的话 那他的所有包括银行账户 他的户口名簿 他的驾照 他的身份证 他所有的个人资料 都叫福泽志平 但是呢 他今天如果再嫁给一个叫佐藤 他必须要改名叫佐藤志平 那也就是说 对 就是这个 这个问题出现了 也就是说 当他变佐藤志平的时候 他的我刚才提到的 银行户口 驾照 身份证 所有东西 全部要再改一次 叫佐藤志平 那假设 假设你今天离了婚之后 你今天你 我决定我不结婚了 我要叫做夏志平了 你一样 你要把你所有东西 要改成夏志平 所以你还得再画一次 也就是说 女性的离婚成本 远远高过男性 那这个就很简单的 可以说明到 日本这社会 到底对于女性之间 男女之间的不平等 有多严重的问题在这儿 哇 各位听众 我是负责夏志平 拜拜 你穿个这么大厂 什么时候 没有 因为我看到烧鸡了 我们在讨论严肃的话题 没有 这个我是夏志平 这些时间早晨7点18分18秒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资深媒体人福泽桥 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 我们先讨论这个话题 是女性的社会 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 我们这样来看 可是 可是我前几天看到 那个日本的 这个自民党的党魁的选举的话题 目前 那个时候看是说有四个人可能出现 其中有两个是女的 对 那民调数据来看 他们很高吗 还是说 有没有可能 我就先直接问这个问题 下一届日本首相会不会是女人 老实讲 到目前为止 这个四名候选人 我们在讲 包括河野太郎 岸田文雄 还有刚刚志平所提到的两位 一位叫高氏藻苗 另外一个叫做野田圣子 那这四位候选人当中 会不会有 我说实话 可能性会有 而且但是呢 目前是只有五十五十 为什么呢 因为高氏藻苗 他是由前首相安倍晋三 主推的一个人选 那高氏藻苗呢 他本身他的一个 他不管他在之前的话 他还跟蔡英文总统 曾经就是直接有在视讯会议过 是 那所以呢 他对于台湾当然是相当的支持 但是也不可否认的 他是一个相当 就是保守的一个保守女性 那也就是说呢 他本身的一个政策里面 他当然就是依循了所谓的保守派的这样的一个一些想法 那所以呢 在男女 我们刚才提到男女别姓这件事情上 他其实是不赞成改 就是等于说更改这个法律 但是呢 他当选这个日本首相的可能性 会有 为什么会有呢 因为包括安倍晋三 等于说前首相啊 他在他的推特上面有提到 他说 我们日本人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把 就是让第100届的日本首相啊 如果是一个女性首相的话 那这将会是一个世界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OK 那所以呢 这也当会是一个表征 是 不过呢 另外一位比较不可能 就是说我只能讲话 可能是陪绑啊 就是野田圣子 那野田圣子呢 其实他本身他所着重的事情呢 因为他是比较属于自由派 他比较属于自由派呢 但是他本身所着重的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呢 他在50岁的时候 他才因为人工受孕 然后呢 生下了一个孩子 但是呢 重点是 这个孩子他基本上有一些机能障碍 所以呢 他对于包括日本的人工受孕法 大家可能不知道啊 日本他现在呢 其实是不接受 包括就是接受别人的第三者的卵子 那更不可能是接受所谓的体外受精 这样的一个所有的这个法律里面 他们其实都有一些相当严格的一个限制在 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一点 非常保守 但是呢 我想说 在这个听众里面 大概你们周围的有很多朋友 应该他们也会被不孕症所困扰 但是日本的话 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几乎日本的民众啊 在不孕症上头的话 他们几乎是 只好都到海外去啊 包括来台湾啊 包括来到泰国啊 甚至到美国去 去接受治疗啊 那根据调查 这是一个非诚式的调查 日本每年啊 因为到海外去受孕的 这样的所谓的 我们在讲试管宝宝啊 每年至少有300人以上 哇 每年哦 那所以呢 对这件事情 野田圣子呢 对这件事情 琢磨相当的深 也就是说 这两位女性 能够当 等于说算是 自民党总裁 选举里面 第一次有两位女性 出来竞选总裁 上一次是谁出来竞选 上一次是在2008年的时候 就是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就是现在东京都知事 小池百合子 曾经出来选过一次 但是也是失败了 但是这一次的话 高市早苗 他的一个 就是后事其实是看长的 哎 好 这个日本的政情如何 我们也请福德乔 为我们来 简单的来解说了一下 各位听众 那今天早安台湾的 脸书现场直播 我们要送您口罩 目前来看 我们已经有 刚刚至少有 这四位的听众 已经留言了 董文俊 周少谷 还有塞亚 还有就是全华 马来西亚的全华 塞亚在日本 稍说 夫妻别姓 是现在自民党 主席选举时 主要讨论的话题之一 所以其实这两个话题 是可以放在一起来看待的 对 但是的确是可以放在一起来看待 那所以我刚才也说要讲了一下 刚刚四名候选人里面 高市早苗 他本身对于夫妻别姓 他还是维持原意 但是呢 其他的三名候选人呢 他都认为这个夫妻别姓 是可以来讨论的 那这当中其实另外一个 也是跟 应该是跟男女之间是有关系的 也就是说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就日本皇室 日本皇室呢 大家知道说 现在日本皇室里面 就是几乎都是阴盛阳衰啊 那对 那然后这里也在讨论 就是女性天皇的问题 这一样是跟女性的这个 等于说我们在讲 是说男女平权 性别平权这件事情啊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 那这也是这一次 四个候选人里面 他们在讨论的另外一个重点 好 其他包括日本女性的话题 其实还不少 对 其实还不少 像比如说我就看到 日本的便利商店 是 他们推出这个特价专区 锁定的是不是也是 所谓的这个日本的女性 还有就是 刚刚提到日本女性的工作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他们也许工作少了 那成为日本游民 这样情况慢慢变多 还被打死 那这个 我看到一个新闻是说 日本女性会成为 饭店的这个 主要的经营者 算是一个 是总裁吗 还是 还是一个CEO吗 是 怎么会有这个机会呢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说 当然我们在讲的 就是说因为日本女性 最近就是因为 COVID-19的问题 所以有很多的 所谓的女性贫困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 那这当中的话 贫困的状况 其实严重到什么程度 高中女生啊 是没有办法去 没有钱去买 所谓的卫生棉 结果呢 有一些高中女生 她们做了什么事情呢 她们是用餐巾纸 垫在自己的 那个underweight里头 就当成卫生棉 大家听了都会觉得 不可思议 但是这的确是 发生在日本 那所以呢 在日本的一些地方 政府 她们也开始 就比方说 在女性厕所里面 摆放这免费的 一个卫生棉在里头 那这当中 等于说我们在讲 这是女性贫困的这一块 但是也刚刚志平在提到 日本女性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 那刚刚提到的这个 饭店的这一个 就是算是 他算是社长 这个社长呢 他其实他是从小 他其实是一个菲律宾的华人 他菲律宾华人 然后呢 他跟着他嫁给他老公 他老公是日本外交官 他到了一个 就是东南亚去 等于说 我记得应该是在泰国 他去泰国的时候呢 去等于说 跟他老公一起去 到了大概53岁的时候 那因为小孩子都长大了 家里变空潮期 老公也被派回来了 是 他就觉得好像 没什么事可以做 于是呢 他就开始 他就等于说 他用他的一个方式 他比方 他刚开始的时候 是在他们那个 美国学校里头 去准备一些餐点 餐点之后 刚好等于说 餐点做多了 做的便是 帮忙做home party 那home party里面 就认识了 这个饭店的这个老板 那这老板就说 那你这样做的不错 你要不要来 帮我们经营管理一下 那结果呢 他是53岁才出道 那结果他现在 是算是一个非常 做的非常成功的 一个饭店的一个老板 对 那所以这次 有一样成功的案例 那另外还有一个案例 是怎么样呢 有一个就是 日本的一个模特 那模特呢 他本身 他就跟他老公直接离婚 他离婚的原因 不是因为跟老公感情不好 反而是因为 跟老公感情非常好 那为什么要离婚 他离婚的原因就是 他要彰显 这个夫妻别姓的问题 所以呢 他就想 我不要再 每次 因为他从小就被要求 说什么 你要当一个贤妻良母 他觉得贤妻良母 这四个字 在现代的社会里面 这贤妻良母 这已经算是过时了 因为毕竟是 夫妻共同在 对于这个家庭 做一个支撑的 一个等于说支柱 那如果是做这件事情的话 与其说贤妻良母 还不如说 是能够跟丈夫 一起来做这事情 会更好一点 但是在日本的 这样法律里头 他们也只有离婚 离婚 但是把这家庭维持好 他要做出来一个模型 就是说 其实不当贤妻良母 一样可以维持很好的婚姻 我何必要有这个婚姻的束缚 在我身上 我没有婚姻 我一样跟我老公处得很好 是 而且他们小孩 他还是小孩 他们直接开家庭会议 直接跟小孩讲清楚 他有三个小孩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值得拿出来 讨论的个案 是 那所以这个事情 其实也在日本的媒体里面 也被广受报导 对 好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早安台湾节目 来跟大家一块来讨论 日本的社会现况 我们讨论从这个 日本的女性游民 在街头被打死 一直到日本的这个 自民党的党魁的选举里面 有女性 还有就是日本的女性 其实也可以闯出一片天 事实上也证明 女性在这个社会的力量里面 占超过50%的力量 是 超过50% 事实上 他们的表现 他们的言行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是非常有影响力 制品愿意在这个时候 像天下的女性 特别也是像 刚刚福泽小所提到的 日本的女性 至上最高的敬意 如果不是你们自己 非常非常的努力的话 或是你们的隐忍 或是你们承受了 很多的压力的话 事实上 我真的觉得 你们虽然是活得辛苦 但是值得我们尊敬 是 真的是如此 那今天的早安台湾节目 也送大家口罩 目前为止 所有留言的听众 我们都可以送你口罩 OK 那目前我们总共还有五份 我们总共是五份 那 C啊 还有文俊 还有 全华 还有少谷 谢谢你们的留言 谢谢 那今天节目时间 目前是早晨7点28分35秒 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 仍然提醒大家 所以 乔哥 你有买股票吗 你说 这是恒大的事情 对啊 对啊 我跟你讲 现在谁挫力蛋呢 这个很可怕 就是 他的这个 有人形容 是我的朋友的形容 有人形容说 这个 他的震撼的程度 就跟当年的雷曼兄弟 2008年的时候 雷曼兄弟 他是不是一个金融海啸呢 那今天台股的表现会是如何 我相信大家非常注意这件事情 那另外 另外就是 今天早上9点钟 持平还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准备跟人家去挤的话 准备好 准备好 这个上网一下 这个登记这个五倍券的这件事情 数位绑定的这件事情 一定要有一手心理准备 OK 评官虽然已经扩大了 但是 要有塞车的心理准备 那重点是不要被老板抓到吧 没有 对耶 对啊 老板说你在干什么 恩我 你就准9点在这边刷 没有 老板这个时候应该上到一点 就是说 来我们一起登记 开放评官 一起塞 来 我们谢谢大家 也谢谢乔哥 也谢谢新闻 也谢谢志欣 在节目现场为大家服务 我们跟你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 明天见